現在主播我們現在站在高雄港旁 山頭長臺的風勢還有雨勢比起清晨 真的已經明顯讓人感受到 而在古山這邊一整排網美打卡今天 彩虹屋這邊可以說是迎風雨的第一排 首當其衝有住戶已經架起了防水閘門 甚至在這個沙門上架上了一層的這個 綠色帆布就是要擋風雨 來聽他們的說法 你防水閘門什麼時候架好 不知道不會去的 是長的嗎 沒有 不知道 不知道 這磅布也是風雞、風胎的嗎 對 前面有營水嗎 有 前面有營水嗎 沒有營水 沒有營水 所以防水閘門是這次比較多的 對 對 那天沒營水 沒有營水 就來給外婆 沒有營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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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長海有營水おっ 比較長營水 對啊 到最後都沒有營水 這些放水 放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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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然這裡有盆盆 這次也是蒸水嗎 對啊 這裡沒有水就對了 對啊 那碟水是為什麼 枫頭 枫頭來就蓋了 枫頭去 那麼這一次颱風避季 有部分的居民是透露 他們上次根本沒有裝防水閘門 也因此水有淹到家園裡頭 那麼這一次有部分的住戶 先把防水閘門裝了 再說就擔心山頭的颱風的威力 主念增強的時候再裝就來不及了 因此現在包括戶外的各項物品 也用繩索等相關的物品 先固定好做好防態準備 以上是我們上次的情形 將鏡頭裝完給彭天主播